习近平齐聚民间力量推动中美友好 中国是代表未来的诺亚方舟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2023年当地时间11月15日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 在旧金山美国友好团体联合宴会上 发表了题目为 汇聚两国人民力量 推进中美友好事业的重要演说 这场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亚洲协会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和美国商会等团体 举办的特别晚宴 汇集了包括苹果 高通 维萨 波音等一批大厂CEO 根据美国当地的媒体 比如纽约时报 普通座位2000美元一张门票 与习近平同桌 一张门票24000美元 这个数字说实话 对这些大厂级智库真的不算什么 别忘了 美国智库第一收入来源是资讯 第二收入来源是游税 尤其是涉及中国 怎么看这个排场它不小 为什么 因为中国是超级大国 习近平是超级大国的领导人 同时这也是美国民间团体 商界智库对美国政府华盛顿政治圈处理 与中美关系上的强烈不满 现在的美国有这样一个场景 美国的政界是这么认为的 中国是最大的对手 中国是对美国最大的威胁 要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切割 哪怕放弃美国的霸权 也就是说 美国霸权不要了 也要遏制中国 另外 美国的民间 美国的商界 尤其是涉及中国的这些大厂 他们认为中国是机遇 中国是未来 华盛顿政治圈都是一帮大傻子 习近平的重要演说怎么看 超级大国领导人在美国搞统战 同时告诉美国民间商界 美国政府靠不住也不靠谱 他们眼里只有政绩与小钱钱 他们心里没有你们 而你们的未来在中国 而仅仅在中国 现在把钱和产业放在中国 等于投资了保险 保护你们的未来 美国的政界不靠谱 信不过水平低 头脑简单 魔证 早晚会把美国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同时拉着你们一起去陪葬 能成就你们未来的只有中国 这就是习近平这场演讲 所表达的重要内容 什么意思 中国在为后美国霸权时代做准备 包括分化美国民间 那这些大厂CEO们就不爱国吗 他们爱不爱国 不知道也无所谓 但是有一点肯定的是 美国霸权结束那一刻的时候 这些人如果还没有诺亚方舟的船票的话 就非常非常的危险了 什么意思 中国是代表未来的诺亚方舟 习近平这次演讲所提出的观点是什么意思 告诉美国这些大厂现在做出选择还来得及 到时候如果晚了的话 可就来不及了 这个是关键 演说的具体内容是这样的 首先呢开场讲情怀 然后代入主题 这个呢符合美国当下的文化 美国最近所有的影视 所有的涉及文化的涉及新闻的都在讲情怀 比如说壮志凌云二 这是讲情怀的经典 习近平首先讲到个人情怀 三十多年前 1985年在金门大桥下的流影 然后呢民族与国家情怀 旧金山是美国华人最初登陆美国的地点之一 西半球最悠久的唐人街 美国民间交流的发祥地 然后这个里边也是联合国宪章 1945年6月26日在这里签署 当时就包括中美两国 然后他强调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情怀 首先杜利特轰炸东京后 在中国迫降 然后呢中国的老百姓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来救援美国的飞行员 然后这里边有陈纳德的飞虎队 和1971年的乒乓外交 他呢同时也讲了第一次去美国 住在红脖子家里的这种经历 什么意思他想表达的 而且他想代入的主题是中美关系的故事 是由人民来书写的 中美关系的未来是由人民来创造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太明显了 证实了美国政府华盛顿那帮人不靠谱 不可靠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中美的未来 或者美国大厂的未来 或者与会的你们的未来 什么意思 咱们的事 为什么说咱们的事 是什么 不要依靠美国政府了 要与中国联合 中国才能保障这些人的未来 美国当地的媒体现在又在吹了 说什么呢 中国的经济不行了 习近平在哀求美国大厂去中国投资 这个很显然是往自己脸上贴金的 我还看到另外一条消息 是说中国在一带一路上的项目 维持不下去了 美国因为在这些项目里 也有入股 也有入股的成分 有的入股了30% 那这个东西怎么办呢 美国现在就得准备好了 印一些美元 然后准备承接这些废弃烂尾的项目 那这个我就觉得 他们这些人有点想多了 他们还以为这一次 就是说美国战胜了中国 然后美国又可以在全球传播文明了 很显然不是这个样子 实际情况是什么呢 这是CEO这些大厂的机会 也是最后的机会了 为什么投资中国是最后的机会了呢 这些CEO他们难道不知道一点吗 华为听说过吗 华为应该听说过 一家企业可以单挑他们全部的 再不去中国 华为可就要完全取代这些企业了 这些商界大佬知道不知道 当然明白 他们门清啊 这次旧金山是APEC峰会 也是世界大厂CEO的峰会 谁没来 华为没有来呀 大家都明白怎么回事 华为的力量最后突 最近突破了个什么东西 这些东西可以让美国芯片 美国这些大厂鸡飞狗跳啊 他们难道不明白吗 如果现在失去了中国市场 就等于说永久的失去了中国市场 那么取而代之的 恰恰是华为这一并本土企业呀 而这些本土企业最后会怎么办 最后就没有美国这些大厂的机会了 然后习近平接着说 说呢他跟拜登呢达成了协议 推出更多便利 促使人员往来 简化签证流程 增加航班与旅游对话 啥意思 机会给你们准备好了 机会就在眼前 赶快买船票 要么你错过了这个村 可就没有这个店了 然后习近平主席步入正题 对比中美两国所代表的未来 这个里边呢 他谈了很多呢 有关中美关系 有关呢 中美关系走向良好发展的那种情怀 但是在这种情怀当中是暗藏玄机的 这些玄机是什么 是中国要表达的东西 习近平先生讲述了中国的未来 也暗指了美国所代表的未来 大家都是成年人 请自行脑补 这里边体现呢 主要几点 首先一点呢 我们处在一个充满变化的时代 也处在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 什么叫充满变化的时代呢 大国实力的对比 这绝对是一个充满变化的时代 但是这个里边的变化 与当时的语境指的是什么 谁在想方设法的变化 是美国呀 美国不靠谱啊 你主要是经商 你是大厂 你最害怕什么 你最害怕风险 有了变化就有了风险 有了风险就有了不稳定 谁在创造不稳定 谁在创造所谓的变化 或者导致所谓的变化 恰恰是美国政府啊 恰恰是华盛顿那帮大傻子呀 那谁在斥制造稳定呢 那是中国呀 变化等于不确定 谁创造这个不确定 是美国在创造不确定 希望是什么 希望是确定 那确定是谁 是中国呀 怎么选择是你们自己的事 中国只不过说了 谁代表未来 谁不代表未来 不代表未来的是美国 代表未来的是中国 这是头一点 第二点 这个里边就非常明确了 中美关系是什么 相互尊重 和平共土 合作共赢 这是啥意思啊 这是中国对中美关系的愿望 但是中国指望美国去做同样的事吗 不指望 这个等于什么 两条路线的斗争啊 这个是昨天习近平跟拜登说的 大国竞争现在不是世界底子 拜登说了 现在就是大国竞争 这就是两条路线啊 美国站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对立面啊 这是习近平表达的啊 这个东西大家要明白 为什么呢 中国现在是什么地位 一个拥有打变全球能力的核大国 再说这样的话 与一个全球山风点火 陷入战争泥潭 无法自拔的所谓霸权国进行对比 美国在这些战争中浪费了纳税人多少钱 难道这些大厂的CEO们不明白吗 谁代表未来 谁不代表未来 一目了然啊 习近平在这里边提到了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什么意思 这个里边从理论上讲 叫红旗插遍五周四海解放全人类 对于大厂CEO来说 这个红旗插遍五周四海解放全人类等于什么 这些地方 尤其是第三世界全球南方这些地方等于未开发的处女帝一本万利啊 这是什么 中国在请这些大厂来参与咱们一块创造这个美好的未来啊 一块达成这个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啊 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囊囊括了多少人 全球七十亿人啊 这是一个巨大的商机啊 对不对 这是请这些大厂来参与你们干不干 如果你们不干那中国的本土企业那就享受吧 就这么简单啊 那有人说中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中国当然是社会主义国家 这个里边有一个认知啊 这个里边认知是这个 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要与贫穷挂钩呢 为什么资本主义代表的是富裕 社会主义代表的是贫穷呢 这个认知要改变啊 什么叫社会主义 当生产力极大丰富 当生产力获得极大的解放 这不就是社会主义吗 资本主义的顶点生产力达到极大丰富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叫共产主义 按照亚章斯密的说法叫大同世界啊 这个什么意思 条条大路通罗马 条条大道通咸阳嘛 对不对 就这么简单啊 中国是什么 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 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模式 要优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呀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谁 那是美国嘛 中国代表着未来 美国不代表未来呀 然后第三点那就更明确了 习近平介绍了 中国是现代化 全面发展 共同赋予 人类命运共同体 然后还特别强调了 中国没有挑动过一场战争 没有侵略过其他国家 没侵占过别国的一寸土地 什么意思 中国模式的优越性 我们不需要对外战争 我们不需要到处煽风变火 陷入战争泥潭 拿着当地的老百姓做筹码 拿着本国的老百姓做陪葬 美国大厂的CEO应该都见证过 为什么 因为他们正见证了中国最开始一穷二白的时候 到现在全面发展成为超级大国的整个过程 他们经历过在中国投资一本万利的时代 他们明白习近平在说什么 如今中国的模式要向全球推广 跟着中国攻城拔债 难道不相吗 这个是中国推出的模式啊 社会主义是什么 资本主义的极大丰富 生产力的极大解放 生产力的极大丰富 就这么直接啊 那美国模式是什么 大家也看到了 俄罗斯乌克兰 这个事基本烂尾了 对不对 中东现在这个事 马上要陷入战争泥潭 这个难道大家不明白吗 这个叫一目了然 不言而喻吗 对不对 那这个演说很明显是什么 很明显告诉这些美国的CEO大厂 告诉美中友好的这些人士 不仅中国是机遇 中国所代表的是未来 以及中国引领的世界的机遇 这是你们这些美国人最后的机会 如果不做出正确的选择 那么就是你们要自己要负责了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家的节目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文静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